美国国务勤布林肯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以及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冲 和防卫大臣岸信夫 在这一场二加二会谈 聚焦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威胁与挑战 双方也就台海议题达成共识 对此国防部长邱国振乐见其成 各国家在台海问题 如果有共识的话 我们遇到强大敌国 对我们有压力 他们有这个认知 我想对以后的合作 不管是平常就有既有的基础 或另外谈一些议题的 这都是正面的 我们都乐见其成 国防部长邱国振 上午到立法院备巡 针对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 戴维森日前表示 台湾六年内恐面临中共威胁 部长霸气回应 不要讲六年 我已经防范到下六个钟头 如果这种状况我们要处理 随时会 对随时会 所以不能讲 国外一讲六年 我们就设定六年 而且我又有一个观念 自己的国家自己就 人家多少天来 这不在我们考虑之内 如果你要打多久 我赔多久 我们不能依赖谁会来 面对台海情势严峻 中共陆续换装 东风新式弹道飞弹 威胁扩张到第二岛链 国防部日前曾宣示 将与美军共同建构 联合飞弹防御机制 媒体关注相关细节 对此邱国振表示 相关议题都在讨论范畴中 至于谈到什么地步 国军还要继续努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宗翰正如 台湾台北报道